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为什么会去中大呢? 中大和法国又有什么故事呢? 一起了解一下 中大和法国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近百年前 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广东政府临时大总统任上签署的 斥支里昂中法大学海外部定为国立广东大学海外部令 为中山大学和法国结下了不解资源 这家里昂中法大学是近代中国在海外设立的唯一一所高等教育机构 亦都是当时由正项两届人士攜手促成的中法文教合作独特范例 而到了1957年中大法语专业成立 是中南和华南地区最早成立的法语专业 著名作家、翻译家梁中代先生就曾任教于此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山大学和法国高校科研机构等开展全方位 多层次的教育科研合作取得了封石成果 在2010年中山大学和法国政府合作共建的中法核工程 与技术学院正式成立 恒能是中国和法国之间的传统合作领域之一 学院成立的十数年间为核工业界、核学界输送了大批优秀青年人才 其中多数就业于恒能企业 在全国、全球各个恒能密切相关的领域作出贡献 此外中山大学也和法国近30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与交流 领域覆盖工程、化学、经济、环境等学科 未来中大和法国的合作将更广泛和深入 广州电视编辑报道